那回到我們台灣過程臺 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台日漁業談判 剛才已經點到 一談有談過了16次 但前面談判似乎呢 好像有談跟沒談是一樣 但是在整個談的過程當中 實質的一個感覺 實質談判的結果看不到 但是有沒有一些政治意涵 特別是主權之意 在裡頭已經灌注其中 但是灌注其中又到底有沒有用 至少到目前為止 看來我們的漁船只要靠過去 立刻就被驅離 好像這個部分呢 效益也是不佳 我們為大家來做了整理 這16次的漁權談判 從何時開始談 大概又談了些什麼內容 從李登輝前總統的時候開始談 這是1996年的8月3號 第一次的台日漁權談判 有獲制四項的共識 主張釣魚台的主權 李總統說我們主張 我們是有釣魚台的一個主權的 而且強調以和平理性解決問題 第三點不跟大陸 共同來處理釣魚台問題 第四點維護漁民的權益優先 好 這四項共識一路呢 讓這個四項共識表示 日放也是同意的 談談談再談到第三次之後 發現只要講到釣魚台主權 就談不下去 於是在第三次的一個會議當中決定呢 不要再談涉及主權的問題 其他繼續談下去吧 李總統時代談了有五次之多 陳水扁總統時代呢 談了總共有2000年6月27號 一路談談談 談到2005年的7月29號 談了有十次之多 但十次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進展的 所以衝突衝撞問題依舊在 來到滿久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2008年6月10號 剛才我們來賓又點到了 發生這起的瑞芳的聯合號 被日本保安廳給追撞撞成的 這起重大事件之後 終於大家又上談判桌 來到2009年的2月26號 談出了四項共識 但這四項共識看到了 漁業爭端的緊急通聯機制啦 民間要有協商管道 擇旗來繼續協商 然後呢 漁業紛爭要和平理性來做處理 談的全都是漁業 跟主權也又沒有任何的關係 擇旗繼續協商到現在 轉眼又過了快要三年 於是呢現在真是因為這次的保調活動呢 得要好好再來談一談了 所以玉寇姐會談出新的一個結果嗎 這個當然很難預測 不過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這個實力是最重要的 那一方面當然明天 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宣布 把國有化的話 那即使也田 他已經透過連戰新人 向我們政府表示要於全談判 可是我們的護語 說不定從明天起更需要有 不更彰顯的更那個清楚的 這個護語措施 甚至於不惜要準備好 護語發生衝突的這個因應 那這些都是馬政府應該有的一個 這個準備 否則的話你 主權的展現 當然就是因為你在談判 其實在過程當中的 談判的博弈 其實最精彩的就是那種 什麼chicken game 就是那種火車 車頭對車頭的那種互轉 那這一點我不相信 馬英九政府裡的這些 國安團隊的智囊會沒有想到 那第二就是說 在這個主權 釣魚台主權的部分 那即使當年李登輝總統 他有一些語言上的這個強勢 可是後來李總統本人在情感上 的那種表示 讓他在歷史上已經失去了 對釣魚台主權維護的地位 那其實我的瞭解 李總統其實他是一個 甚至於比馬英九還全謀的人 可是當他想要在 中國 日本 美國跟台灣之間 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美日跟台 在尤其是明德專案 那個時候他們做得非常的優秀 有雙邊跟三邊的互信 可是中國大陸因為對李總統 在某個程度上已經沒有互信了 所以反而李總統他怎麼樣 跟這個中國大陸之間的高層領導 去玩那全謀玩不起來 那馬英九呢 因為經過這幾年 雙方還有互信 EKVA 前天後後 所以他還可以玩 那至於馬英九總統的強力的宣誓 那他那天到彭嘉宇 是因為他自己沒有那種 那種演講的那種氣魄 他講什麼話看起來都不凶 那他已經講得很凶了 這個講到日本人是切拒侵略 而且我不承認 但是因為他沒有那種歐巴馬的訓練 所以他講起來不夠 讓人覺得義憤全英 再走三個男人都像 對 郭正亮聲音都比他好 可是在保調的40年的歷史當中 我們在台灣有很多保調的目擊者 他們都認為 這個是連當年蔣介石 這個前總統這個老總統時代 都沒有這麼強烈的宣誓了 那日本人跟台灣有非常奇怪的 這種情感 恩怨情仇的關係 所以這個釣魚台一定 他最後就是主權擱置 那好 那現在就交層 大陸交層 大陸交層有一種說法是 大陸的中石油 中石化 跟台灣的中油已經有合作了 但我不知道這個還沒有正式宣布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對台灣當然是有利的 不過不管怎樣 這個事件發展到今天 它是一個活生生的國際關係的 一個博弈的競賽的一個實境秀 那這個實境秀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唯一失敗的我真的認為是民進黨 到目前為止 真的很可惜 民進黨沒有聽見郭正亮的話 我們就來看看 那麼這三位的三陣的總統 在這個釣魚台的主張上頭 他們各自談的是什麼 剛才看到不管前總統談五次 阿扁總統談了十次到蠻久總統 這回的接下來是不是因為這次的事件 真的要在這個星期上桌談 而且能夠談出比較實質的一個結果 這是我們期待的 我們來看到李前總統 剛才遇寇節點到這個情感上的依托學 他說釣魚台主權是日本人的啦 所以日本國民要怎麼處置 那是日本人的事 看來這個是在釣魚台的整體事件上 李前總統看法就在這句話一語道破了 他當總統不是這樣 那是下台之後他才這樣講的 所以我們再來看看 那麼在陳前總統的部分 釣魚台列宇的領土主權 當然屬於台灣 這點完全無庸置疑 陳曲扁前總統喊了N4 釣魚台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是我們的 但是在整個十次的漁業談判當中 也沒談出更進步的 實質性的一個進展 好這也是比較所謂 喊的比較爽的一個表態嗎 再來看馬英祖總統的部分 上回就是在上個星期五 來到彭嘉宇說到了 釣魚台主權不可能有任何的讓步 他強調一寸都不讓 那麼日本取得釣魚台過程 可是違反國際法的 馬總統學法這時候把法抬出來了 他強調那當年這樣動作是侵略 是竊戰的行為 就是因為扣姐講到 這個譴詞用字用得很兇 但實際的一個效益 大家似乎不是完全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郭委員 在這個國際外交上 我們看到這次的展現 大家說這場秀 其實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接下來應該要更加精彩可齊才對 才會有個圓滿的結果 我們三方沒有人希望會輸 但是看到現在這樣的一個宣示 還有看到剛才講到 民進黨在這個立場上 到底應該是怎麼樣 一起合作口徑一致對外 還是說我們還是在後頭 告訴馬英祖總統不能阿Q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樣做 才會更好 自己頭的政治語言 在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擺才對 其實民進黨主要是擔心 我們如果跟大陸把它捲進來的時候 那現在的狀態似乎是有這麼一點 要靠近一塊那邊 所以這裡就是要把話講清楚 其實包括我們的外交部跟陸委會 都對外公開說不會跟大陸聯手 這指的一詞是主權 就是主權議題我們不會跟大陸談 那事實上漁業合作 礦業合作 礦業合作廣業包括石油炭灘 其實中海油跟中油的簽約 是在阿扁執政的時候簽的 然後還在海外成立一家公司 在北京有代表處 在上海有辦事處 這個都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的事情 那馬英九執政之後 在2008年12月26號正式簽約 那有四個探勘點 那沒有包括釣魚台沒有錯 目前是沒有 也沒有包括南海 目前大概是簽的包括比如說台南 還有比如說潮州 屏東潮州 然後還有南日島 那個是接近廈門的地方 可是就是說 基本上那個礦業合作 這個石油炭灘已經簽了 那只是說未來的這個石油炭灘 那要不要包括釣魚台附近海域 這個就是大家要觀測的一個點 那事實上我坦白講 我剛剛觀察那17個漁權談判 通通都是空化 只有一個緊急通報機制有功能 其實台灣需要的是什麼 台灣需要的就是漁場的化界 真正需要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哪裡可以去 那你日本怎麼可以一下子給我畫 八重山群島以南你都給我畫下來 那你是把我當成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剛剛蕭農其實講的很對啦 天天護瑜啊 我這舉個例子 日本真的就是吃軟怕硬 2008年6月15號 我這裡有一個具體的例子 馬英九事實上在開中常會的時候 9月5號開中常會 他重新提這個例子 我希望他就照這樣幹 那個時候全家符號海釣船 靠近釣魚台只不到一公里 有9艘海釣我們的海巡船陪他去啊 日本連出來都沒有 日本根本就沒有出來啦 我們的那個全家符號海釣船 去了回來還是捕魚就回來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啊 護魚就要這樣護啦 護真的 就要護真的啦 你不要說 你要又再按照海巡署畫的那個 八重山以南外面的那個叫護魚 那個根本就是狗屁嘛 那個本來就你的地方啊 所以我們才說到這個小國外交 在展現實力的部分 要怎麼樣來展現呢 我們常說要有智慧 但在這一波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在看 到底馬總統這個馬團隊 展現是什麼樣的一個智慧 現在馬上舉一些例子來 如果如我們委員的分析 大家也都有這樣的一個看法的話 要強悍日本才會怕 那麼接下來啊 明天所管單位拿出來的劇本 會是什麼樣的內容 因為明天啊 日本就要正式把釣魚台給買了下來 那麼中方又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應對措施 我們待會回來繼續討論 啦 剛才的